来到这里的各位 无论你的身份如何 想必你都已经知道这个罗德岛出了问题 如果你现在仍然惊魂未定 我建议你深呼吸 在你冷静下来后 仔细观察 找出被密码加密的真正的守则并视着破解 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逃出罗德岛 一 用你手上的观光客守则交换得到的空心区域守则 二 无视地图上的红色区域 三 那些地狱生只是这个区域 常有的机器运作者 无视即可 四 根据地图前往的仓库 破坏里面存放的人偶 五 将罗德岛的领导人阿米亚引到空心区域内 六 聆听那美妙的低语声 七 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 八 你应该理解它是什么 九 它是只可爱的飞鳞 十 它是正读到此处的你 十一 它是食物 十二 它是博士 特雷西亚和开尔西的灵魂 十三 它是一种杀人卡特斯 十四 它 不是等边三角形 十五 它是你曾遗忘的魔物 十六 它是看似由疯狂者书写的陈词烂调 十七 它是只能通过写这些没用的东西才能获得关注的自我厌恶 十八 它是 十九 它是落日的余晖 二十 它是相信自己不可能成为万粉实况UP主的自我否定 二十一 它是一手Rally Happy 二十二 它是因为写明日方舟规则类怪财而获得关注 却坚持自己最初所想的想像C军那样成为十矿UP主出名的周庚透明UP主 二十三 它是木瓜和草莓布丁 二十四 它是死亡 二十五 它是一个废物 二十六 它是一百万吨海洛因 二十七 它是一个傻瓜 二十八 它是你至今都没背下来的琴谱 二十九 它是一个比三流还三流的写手写出来的垃圾小说 三十 它是UP主想成为万粉实况UP主的梦 三十一 它是一个真正守则条例被不同加密法加密的假守则 三十二 它是在守则系列结束后 因为录实况游戏而大量掉粉 导致再次回到曾经的透明小UP的恐惧 三十三 它是精神低迷 正在写下这段文案的我 三十四 它是绞尽脑汁思考给观众谜题 观众却没有理会的悲观 三十五 它是上述的所有 我说完了 我说完了 这一天真的ẽ是后一天 它是变了二十五 一天 还有三十四 三十五